再来关注一件没完没了的事情 演员黄毅和他的前夫黄毅清 自打感情破裂宣布离婚以来 两个人之间互相的撕扯 就从来没有停歇过 从昨天中午开始 黄毅清一直在网上折腾 把前妻的微信号 手机号码 甚至是身份证信息 全都公开出来了 7月1号黄毅清发微博称 今天协议当中原本和孩子团聚的日子 可我的微信却被对方拉黑了 曾经的号码也停机了 所有联络方式都被阻断了 没办法 我只好在这里寻求帮助了 他把所有的电话都换掉了 然后周边的人都说找不到他 就是故意躲着我 以妇女团聚的名义 黄毅清公布了 黄毅的微信账号和手机号码 声称希望大家帮忙联络黄毅 而在接下来一系列的微博当中 黄毅清把黄毅所有的手机号 以及他的助理 司机身边亲友的联络方式 通通列了出来 就连黄毅本人的身份信息 包括出生年月 家庭住址 乃至身份证号全都显示其中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样的侵犯隐私的行为 已经让人难以接受了 而对于公众人物来说 所有个人信息的曝光 更意味着可怕的后果 真的从内心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除了指出黄毅拒绝自己 探视孩子之外 黄毅清还称 黄毅本人并没有对孩子履行 应有的抚养权 母女每月见面少于五天 在她看来 黄毅并不是一个秤职的母亲 对于前夫近乎丧心病狂的行为 黄毅方面目前并没有表态 还是那句老话 你们曾经相爱 如今又何苦彼此伤害到体无完肤 娱乐行天地 剧情比电视剧还狗显 那边就不打